下一段 现在邪知邪见到处都是 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 这不得了 今天我们头脑里 阿赖耶士巴士田中 染污的毒素 不知道有多少种 真的是洗都洗不掉 清净 五贤行愿品里面 有忏悔业障 提到我们过去生造的恶业 若有体相者 就是有体积的话 虚空法界也不能浓缩 虚空法界装不下来 这多的没办法计算的 不知道我们自己 有没有偶然的时候 自己起一个念头 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怎么起这种念头 这很不应该起 他自己起来了 或者做梦 梦到一些情境 自己醒来之后都很懊恼 可是他就冒出来了 这都跟我们巴士田有关 既然知道 那里面有那么多的恶业种子 那我们现在不能再装进去了 现在都要装阿弥陀佛 这么几年 十几年 二十几年都装阿弥陀佛 就好像 比方说伸手去抽奖 是吧 先抽一个球 这个桶子很大 但是前面铺的 这是阿弥陀佛 你拉起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样比较死拿久吻 所以不能再装轮回夜 须于被念佛之心 刹那即结业之所 不能跟自己 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的姻缘 乱开玩笑了 要稳扎 不能掉以轻心了 好 所以这个八四田中 这些夜袭种子 这是一切罪孽 一切动乱 一切古暴的根源 人生真正的幸福 是身心清静 对于诸佛 菩萨 圣贤人的教诲 我们要学 因为他们的心清静 言清静 思想清静 见解清静 文章也清静 就像我们读这个 印光大师文超 比方读精华录 你每读一篇 就觉得好像祖师在加持你一样 祖师在安你的心 我记得第一次把这个金华录看完 好多疑惑都破除掉了 祖师这些语录 真的都是灌顶的甘露 所以不要让时间空腹 多听经读经 多看祖师语录 我们读他们的书 净化自己的心理 净化身心 对圣教不怀疑 绝对不夹杂其他的之间 老和尚说的 我要求诸位学一本经 才真正能达到清静 我们思想见解上的染污 逐渐逐渐把它洗掉 佛经也是如此 你要学十步八步 就不清静 因为佛的经典是对各种不同的人说的 都不一样 我们只能在一切经里选一两种 一门深入 这样才对 我们感受一下 以成德自己来讲 比方我同时学三步四步 我好像感觉 你很难深入 你看到这一步来了 好像另一步又慢慢又旺了 看到那一步 好像固执就失笔了 深入不了 这是我的根性 老和尚这些话 我自己感受感受 体会体会 确实是这样 其实最简单的一个观察 我们处理人事问题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提起你深入的那一步经的教会 你今天学了很多部 你真正处理事的 提不起来 那就是不够深入 深入了 谨形相应了 那很容易他就提起来了 可是我们每一天受词无量受惊 对这些经文 熏习的熟悉 你遇到 人事静缘 当我们听到人家在谈论 人我是非的 你马上提起来 善乎口业 不积以他顾 你在人群当中 想到了善乎深业 不失律仪 还是要有威仪的 这一句用在哪 用在你家庭当中也是这样 你当父母能够乱开玩笑吗 那孩子怎么尊重你啊 我的印象当中呢 父亲没有给我开过玩笑 父亲他就很有威仪 我遇到一个当父亲的人 孩子都不怕我 叫都叫不动 叫他们写作业都不听我的 仔细一观察 平常讲话就随便 那孩子听习惯了 他当然不尊重你 有果必有因 所以老上常常隐 老祖宗说的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很有道理 用在哪 用在家庭的相处上 孩子不听我的 我的问题出在哪 另一半不认懂我 我的问题出在哪 都能反观 你真正一直一门深入 无量寿经 你在一切静缘 这些句子很自然就提起来 你每天学好几部 忙来忙去的 遇到境界 用不上 所以师父领就门 修行靠个人 我们得对自己学习的状况清楚 怎样我学习比较能得力 老上讲这些教诲 那都是在一生修学的领悟 甚至于是他观察众生的根性 得出来的 宝贵心得 所以选一两种 一门深入 这样才对 经典的目的 就是恢复我们的亲近心 心地亲近 世出世间一切法 自然就通达 清净 心身 智慧啊 为什么会通达 因为一切法是 为心所现 为世所变啊 恢复清净心啊 你恢复自信的本能啊 那就有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才艺 无量的德能 佛法没有别的 恢复自己本能而已啊 感谢观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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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